1983年2月12日 沈阳空军463医院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杀人案 警方历时七个月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才于1983年9月18日将两名案犯击毙 这两名案犯就是当年臭名昭著的东北二王 东北二王是俩亲兄弟分别为王宗坊王宗伟 这两人在1983年除夕的时候混入了沈阳空军463医院 两人相互配合实施入室盗窃 后来被工作人员发现刑际可疑被带去审查 哪知这王宗伟当过兵手里有枪贼胆包天 开枪打死了四个工作人员之后兄弟二人逃之夭夭了 公安部接到报案后立马发出了通缉令 在全国范围内追捕二王 二王犯案后开始亡命天涯 从北一路向南逃亡 横跨大半个中国 在此过程中两兄弟更是到处作案 顿时谣言遍布全国 给民众带来巨大恐慌 二王逃到江西后 妄图从广东福建等地出海 但二人的行踪被警方掌握 在全力围捕之下 最终在江西广昌将二王击毙 至此 二王案件宣布告破 这七个月之间 二王凭借枪支和手榴弹 打死打伤公安执法人员和无辜百姓十八人 其性质之恶劣令人发指 公安部更是因此发出了新中国第一张通缉令 1986年 河南盲荡山的几个村民 用炸药开山取食 意外之间 竟然发现山中有条十米长的铜钱路 里边还藏有无数珍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 探秘历史原创视频 在下方菜单栏精彩回顾中即可观看 字幕制作者 杨栋梁